嗨,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用条件格式来制作微图表的案例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网易新闻的那一个 那在这里啊,我想先对上一节课的一个内容来进行一个小小的补充 因为有朋友说听完上一节课的内容之后呢 觉得数字叠在条形图上 不太低于数据的阅读 问我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那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妙招 既可以让你的数据显示清楚 同时还能提升你图表的颜值 那我们就拿这里的数据为例啊 这里显示的是每个部门的一个经费支出对吗? 那现在我们要用这里的文字来生成条形图 但不能影响数字的识别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再复制一列数据 放到我们原本数据的旁边 然后我们用复制出来的这列数据来生成条形图 这样不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数据的识别了吗? 你说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复制过来 然后选中这列的数据 点击条件格式 选择数据条 其他规则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实行填充 然后选择一个颜色 边框设置为白色 那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操作 门旁边已经有数据了对吧?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它显示数据出来了 不然就重复 而且也会影响到图表的一个阅读 那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一定要记住 要勾选这里的 仅显示数据条选项 那这样我们的一个数据 才不会显示在条形图上 那我们点击确定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条形图就做好了 然后数据在左 图表在右 非常的清晰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刚才的一个设置的步骤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上节课当中 落下的一个小尾巴 那在这节课我们再来讲 另一种数据条形图的一个制作方法 那这次的方法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函数公式 那不过不用紧张 这并非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函数 那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一定也能做得出来 那么先来看一下 完成之后的一个效果吧 完成之后 条形图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相比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条形图 这种条形图要显得更加的精致 对不对? 那么一起来看看 它是怎么进行一个制作的 那首先这里依旧是我们的一个数据语言 然后在数据语言的右边这个单元格 我们录入一个函数公式 等于repeat 然后用一个竖线 这个单元格 然后再除以 这列单元格的一个最大值 那在这里我们要用到一个max函数 然后再乘以100 那这个repeat的函数它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要了解这个函数啊 就得先了解一下这个英文 这个单词与p 在英文里 它表示的是重复的意思 重复 而这个repe函数 它的用法就是重复某个符号 多少次 那上面有个输入的一个函数公式啊 表示的就是重复 输线这个符号 然后再 这个单元格除以这列单元格最大的值 再乘以100 那这个就是一个重复的次数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重复了很多次这个数线 这个符号 但这还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吗? 那如果我们想要做成像这样一种 没有缝隙的一个条形图 那么在这里就可以再选择一个 PlayBear的字体 这种字体应该是每台电脑都有的 你们可以在字体框这里 输入P-L-A-Y-B-I-L-L PlayBear来找找看 那替换为这种字体之后呢 原本留有缝隙的一个条形图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条形了 对吧 而且大家可以拿它 来跟我们前面的一个条形图 来做一下对比 你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用函数来生成了一个条形图啊 它会显得更加的简约 更加的美观 不仅如此 有意义我们是用字体 来生成的这种条形图 所以我们可以在字体颜色选项这里 很方便的就能为我们的条形图 更改颜色 那除此之外呀 还有第三重的惊喜 我们刚刚用公式 重复的是一个数线对吧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其实还可以重复其他的符号 那比如说写线 那不过这里我们就要更改为一个黑体的 那你看 在那个线条其实也是蛮好看的对吧 那么可以再想想看 我们还可以重复什么 那除了在键盘上我们能看到的 还有什么呢 我们经常用微信发表情 那有没有可能重复表情包呢 那我们来试试看 现在每台电脑上的一个输入法 应该都有表情那个录入功能了 那这里你别告诉我 你没有 如果你的输入法没有的话 那就赶紧去下载一个 那我平时用的是一个Windows系统 类似的一个输入法 在输入法这里就有表情的一个功能 那你看 我们现在随便输入一些字 在输入法的右边 是不是有一个笑脸的图标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表情包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符号 再次点击这个笑脸 然后就会看到 里面有非常多的表情 那当你看到 有这么多的表情的时候 不知道里面有觉得特别的开心 因为待会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表情 用到我们的图表制作当中了 那我们先找一个表情来试试 那比如说这个红色的星 笔星对吧 我们把函数公式里面的一个斜线 替换成星形的一个表情 然后按回车键来确定 然后往下拖拉公式 那这样一个有创意的一个条形图 就制作好了 那这里的一个图 如果太长的话 我们可以把原来乘以30的改为10 那除了星形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竖起的大步子 点赞对吧 我们替换上去试试看 也非常不错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还有那么多的一个表情 跟我们进行一个选择 那是不是突然就会觉得 原来我们的图表 也可以做得很有爱 很有趣 那大家在课后 可以多尝试一下 填充其他东西进去 那说不定还会有意外的进行 那至今为止 我们就讲了两种 微图表的制作方法 第一种是用条件格式来生成的 而第二种 则是我今天介绍的 通过预辟函数 来生成的一个条形图 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两种图表的优缺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就总结了每个图表的优缺点 第一种图表的缺点 是数据在条形图上 所以数据显示的不太清晰 那优点是有进行数据的可视化 那第二个图在第一个图的基础上 就把数据跟条形图给分开了 数据是一列 条形图是一列 那这样就会显得比较清晰 那它的缺点呢 就是这种图都比较粗 而且你还不能进行一个调整 第三个图就是咱们今天介绍的这种 这种图的优点 就是制作出来的条形图表 简约美观 而且方便我们去进行一个调色 还可以很灵魂的多变 不仅可以做成条形的 还可以做成斜线的 或是各种表情包的一个符号都可以 那它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需要输入函数的公式 而且要自己控制好 条形图的一个强度 那比如刚才是乘以30倍的 就太长了对吧 我们就要人为的进行一个干预 调乘以10倍 那以上就是本节课的一个全部内容 大家在课后 记得练习一下哦 我们下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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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节课再见